嗨大家好我是大飞 今天来到长江第一弯了 然后准备想办法渡江 给大家看一下周围的景色 金沙江万里长江第一弯 这就是那个大弯口 今天我们在那个山口下来的 大概走了20多公里 然后今天要想办法渡江 不渡江的话明天可能要原路返回 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想办法过去 听别人说那个拐角 那个小水流息的那个有树木的地方 是一个小渡口 一个人大概四五十块钱 然后去堆过就可以去香格里拉 所以说今天下午我们要过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到了木瓜寨 然后红军渡 下面有一个船 然后去问一下价格 这个船很大 一个人二十块钱 这个河水很湍急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渡口 前面还有一个渡口 然后再往上走很远的地方 几十公里以外有一个桥 这边我们可能会在这边坐这个渡船 坐不坐 坐吧 二十块钱一个人 对 二十块钱 哦 行 他们 你们知道配上的两个人是 可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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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对面是一个吞子 可以可以 可以 慢一点 把车子推过来 走 走 慢一点 没事 好吧 准备拍船了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岸边了 然后正赶往端 一个人二十块钱还可以 本身别人跟我们说 四十块钱一个人的 没想到省了一半 还行 今天我们就已经过来了 这是周围的景色 还是挺漂亮的 现在已经马上到岸边了 那是堆过的那个码头 基本上没动 因为水是往那边流的 然后船被冲过去以后 绕了一个大圈 然后绕到现在这边 马上跨岸了 已经到这个码头了 跨岸 这个技术可以啊 对接 走 走了 走吧 现在已经到达乡户里了 新文村 然后今天晚上在新文村党支部露营了 这是党支部篮球场 这边是党支部办公的地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